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23日 星期五 這節繼續 跟大家說一節國際新聞 這節同時也是國情新聞 因為牽涉到瑞典環保少女 事源竟然中國 這個環球時報 就是 出文章 大力帶頭攻擊 瑞典環保少女 原來就是就着 日本排放核廢水 事件 說這個 環保少女竟然默默不作聲 選擇沉默 所以標題沒有說錯 實際上瑞典環保少女一直以來 都是這個 老共的好朋友 當然 她不是共產黨黨員 說的 是這些環保膠 實際上做的事情就是天天 其實就是幫助中共 搖旗立喊 所以用 鬼打鬼來形容 她也沒有錯了 就是中國的鬼 打這個鬼佬 這個不是鬼佬 鬼婆 鬼妹 叫做瑞典環保少女 大家都是左 一個就是 共產黨 另外一個就叫做左膠 詳細披露他們內容的內容之前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也希望大家 緊急消息 緊急了20天 也要繼續緊急下去 就是升旗易得道的戶口被封 希望大家 支持六部曲 將本台被YouTube戶口被封 被禁止上載 被暫停上載 這件事就是用社交媒體 繼續發佈出去 最近我們的覆蓋率已經增加了 但是 還有很多聽眾 不知道我們原來YouTube戶口被封 所以還有很多人還未來 訂閱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日報作為後備戶口 現在的表現 其實也相當之好 最理想當然就是開主頻道 到時就考慮兩個戶口同時一起廣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面對新聞自由被打壓的今天 大家就是希望慢慢支持媒體 做多一點點 按多幾下 看到 藍絲廣告就按多幾下 看到政府真的要按到爆廠為止 希望大家也打開升旗易得道的戶口 繼續播放清單 手動點擊廣告 只要大家用你的手拿著摸士就能夠做到了 所以希望大家加油 日本政府早前就是拍板定案 計劃就是兩年後要將福島的核電廠的廢水 排入太平洋裏面 事件當然引起周邊國家不滿 尤其是中國大陸 對於日本 將這個廢水排入太平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大影響呢 我覺得就要另一節詳細說 今天就不說了 要先評論這件事 就是從一個方向去評論 凡是敵人贊成的 我必定反對 凡是敵人反對的 我必然就贊成 那麽我就不要管核廢水有多核 有多危害環境 我這個問題今天就不討論 我只知道中共現在對於日本 做這件事就是出來 聲勢力竭 大大聲攻擊 攻擊完日本 攻擊美國 南媒就瘋狂報導這件事 就說美國就雙重標準 我只知道這麽多 對於香港人來說 以上的資訊其實也很足夠的 以上的資訊已經足夠到知道 我們的立場應該站在那邊 當然啦 是不是真的如此危害環境 我們遲些就詳細和大家 再去討論這個問題 另一點很重要的就是這個世界上 最沒有資格說人家核污染的國家 其實 就是中共的大腦 其實中共也是一樣 中共也是一個超級不環保有污染的國家 所以其實最沒有資格譴責 譴責人家 就是 危害環境的 最沒有資格的一個就是俄羅斯 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 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俄羅斯不用說了 前蘇聯 洩漏了核輻射 切爾諾貝爾核電廠 其實中共做的事也差不多 日本可能真的不對 我們不討論 當他真的不對 也不要緊 最沒有資格批評日本的 就是你中共 以及蘇聯 其實 尤其是一講核污染 有誰 比你切爾諾貝爾核電廠 所以這個真的很好笑 我們看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出來譴責蘇聯 或者譴責今天的俄羅斯 危害其他人 洩漏核輻射 所以說雙重標準 誰最雙重呢 以上說話也不是幫瑞典少女說辭 但是 中國大陸竟然點名批評同貝利 就是這個瑞典環保膠 說他雙重標準 平時你說環保 日本把廢水排入太平洋 你就聲音也不出 事源原來 同貝利關於日本排放核廢水進太平洋 不是又不聲 只是轉發了新聞 又不評論 又不攻擊 他在 推特 推特 推特出了這件事情 被人發現了 中國的官媒忍不住 環球時報出來點名批評 說同貝利是雙重標準 以往就是樣樣跟環保有關的東西出來大聲疾呼 這次輪到日本 排廢水 看你聲音也不出 又是奇聞共賞的時間 原來《環球時報》 在20日的時候就出了一篇文章 叫做《跌落神壇的環保少女 請你收起你的雙重標準》 作者 筆名叫做賈莊 對於日本政府日前定案將福島核電廠的廢水排入太平洋一時 平常火力十足的環保少女 童貝利 卻緊在推特轉發一則新聞 並不著重批評 認為童貝利由此跌落神壇 文章提到 童貝利過去要求各國要零攀牌 但是遇到日本 網開一面 環保少女卑劣的作為背後 是美國等西方發達的國家 在環保方面的雙重標準 這裏真的忍不住 雖然我非常不喜歡這個環保 少女膠 這是一個假人假義的 正棍 但是中國的邏輯就是令人難以糾同 別人來來去去都是說零攀牌 跟核廢料有甚麼關係呢 其實你兩件事一比較的時候 你就知道不是同一件事 雖然核廢料也是廢料 但是不是同一件事就不是同一件事 請寫文章的時候 嚴謹一點 別寫得那麼隨便 整篇文章就是罵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但是我想說真的不好意思 其實美國被人罵不環保 是罵得很厲害的 其實美國好像從來都沒有做過環保先鋒 以我們的理解 美國從來就是被人 瘋狂批評 這個國家不夠環保 為什麼這個環球時報會這樣寫文呢 跟早前的 情況一樣 他們陷入了外交部 的情況一樣 就是拿一篇 生成器 將相同的廣告不斷生成 每一次一罵美國的時候 就將 不同的議題 套入生成器 自動 就產生整篇文章出來 所以 裏面 就是生吞活剝 完全跟那件事 沒有關係 環保少女是雙重標準這件事 我很同意 但是 人家其實來來去去真的是在說 碳排放問題嘛 如果說核排放 那麽就麻煩你作為 這個 持有的國家 你早排才好像要大量製造核彈 如果我們沒有記錯 好像也是《環球時報》說的 這個算不算是 核擴散呢 為什麼 高高舉起預備要製造更多核彈 預備 核擴散 的國家 竟然可以譴責其他國家 就是把核子的廢料放入海 早排還要是胡錫進出篇文 說要用核彈炸美國的西岸 就算炸不到美國本土 也要對他的西岸造成一個海嘯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徹底雙重標準 所以說 你的雙重標準 你連批評同背離 一個我們本來香港人也相當不妥的人 都沒有資格 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是想幫他說話 至於同背離 我也不想多說 他就不是共產黨 不過他做的事 就是一個假仁假義的人 早前還說捐錢 要將 全球的疫苗要公平分配 要窮人優先 拿得疫苗 對於這些經常出來道德綁架的人 攻擊他的議題 攻擊不了 但是 很明顯 就是來撈取這個政治本錢 行為跟政棍都沒有什麼分別了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